哇塞,小伙伴们,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葫芦娃游戏第二关 剧情发展的热烈,爷爷的葫芦子被妖精们发现,这就变成了一场大战 这次,我们的任务就是生存下去,直到最后 生存游戏你们都玩过吧 人,武器和后勤是核心,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些元素在我们游戏里如何展现 这次我们的队伍里有爷爷葫芦娃和穿山甲 妖精们也不简单,有蝙蝠,蛤蟆,蝗蜂,蜘蛛,蟑螂和蜈蚣 你没听错,就是那些让你毛骨悚然的小怪兽们 爷爷手里有柴刀和碎石,葫芦娃和妖精们也有各自的技能 就像个小型战场,非常有趣 接下来,每个妖精与葫芦娃都有一套克制关系 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,直接进入游戏体验会更有感觉 每个葫芦娃都有解锁的时间线,解锁了就可以使用它的技能 穿山甲就是我们的后勤队长,爷爷可以通过点击穿山甲给出指令 穿山甲就会快速地为我们提供需要的道具 现在我们来实战一下,打开游戏,点击第二关 游戏开始后,我们首先看到一段剧情介绍 妖精们即将入侵,我们要做好准备 在游戏中,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爷爷可以解锁葫芦娃的技能和道具来对抗妖精 妖精的种类和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 游戏难度也会随之增大 直到最后,爷爷的血条归零,被妖精们捉走,游戏结束 真的是太刺激了,好像真的身处那个热血的世界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,快给我留言,告诉我你们的感受和建议 我们一起把这个游戏玩得更嗨 点赞过签的话,我会立马来更新第三关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好了,就到这里,期待我们下次的见面